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巅峰时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热血沸腾 林肯公园 In the end终点的起始 2.流行女皇 泰勒斯 Shake it off 摇摆不击 3.嘻哈风暴 艾米纳姆 Lose Yourself音乐之旅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热血沸腾 林肯公园 In the end终点的起始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 那个让无数青少年房间内的 海报上的人物跳跃起来 让CD播放器反复播放的乐团 林肯公园 Lincoln Park 以及他们那首 让人热血沸腾的歌曲 In the end 首先 我们得承认 当这首歌在2000年发行的时候 它几乎成为了 每个愤世嫉俗青少年的心灵代言 In the end 是林肯公园首张专辑 Hybrid Theory中的一首歌曲 这张专辑 不仅是乐团的突破之作 也是新金属 New Metal 和另类摇滚 Alternative Rock 的里程碑 这首歌的魅力 在于它的深刻歌词 和充满活力的旋律 它开始于一段 令人印象深刻的钢琴旋律 然后是 Mike Shinoda 那富有节奏感的饶舌 最后是 Chester Bennington 那充满情感的嘶吼 这首歌讲述了 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 有些事情最终可能还是 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发展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 但又不得不接受的无力感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这首歌就像是你试图组装一个一家家具 但最后发现少了一个螺丝 你回头看看 那堆已经花了三个小时组装的木板和螺丝 然后叹息着唱出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我如此努力 来到如此远的地方 但最终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 林肯公园的 In the end 不仅是一首歌曲 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是一种文化的表达 它代表了一个世代的挣扎和反叛 也是许多人青春时期的背景音乐 当你听到那句 Time is a valuable thing 时间是一件宝贵的事物 时 你不禁会想起 那些年轻时的自己 以及那些似乎重要 却又逐渐淡出记忆的烦恼 总之 林肯公园的In the end 就像是一杯强烈的浓缩咖啡 它激活了你的神经 让你的情绪澎湃 并且在你的脑海中 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印记 这首歌的其实 可能是终点 但它的回响和影响 却永远不会结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流行女皇 泰勒斯 Shake it off 摇摆不羁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流行文化追随者 以及那些偶尔在车里 听到熟悉旋律 就忍不住扭动身体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 一位当代音乐界的巨星 泰勒斯 泰勒斯 以及她那首让人 无法禁止的神曲 Shake it off 首先 让我们回到2014年 那是一个手机 还没有变成人体附属器官的年代 当时的泰勒斯 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乡村音乐 转型流行音乐的歌手 Shake it off 是她第五张专辑 1989的主打单曲 这首歌一经发布 就像是在全球音乐界 投下了一枚快乐炸弹 引爆了各大音乐排行榜 这首歌的魅力在于 她的旋律轻快 节奏感强烈 而且歌词中充满了正能量 泰勒斯用她的歌声告诉我们 不管是面对批评 流言蜚语 还是任何形式的负面能量 我们都可以选择摇摆不羁 将这些负面情绪 统统甩掉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的解读 想象一下 泰勒斯就像是那位在派对上 永远不会累的舞蹈女王 不管DJ放什么歌 他都能随着节奏自由舞动 而Shake It Off就是他的舞蹈宣言 告诉所有的宅男宅女 书呆子学霸 甚至是那些认为自己有两左脚的人 只要随着节奏摇摆 人生的烦恼都能暂时抛在脑后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 它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 泰勒斯用他的音乐 影响了无数人 让他们学会了 在逆境中保持乐观 并且用一种几乎是治愈系的方式 让人们在生活的压力下 找到了一丝解脱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Shake It Off的音乐录影带 在这部录影带中 泰勒斯展现了他的幽默感 不怕自己看起来笨拙或是滑稽 他在各种舞蹈风格中穿梭 从芭蕾到嘻哈 从现代舞到爵士 他都大胆尝试 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精神 总之 泰勒斯的Shake It Off 不仅仅是一首 让人忍不住随着节奏摇摆的歌曲 它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体现 所以 当你遇到困难 或是感到沮丧时 不妨放手 Shake It Off 让泰勒斯的歌声和正能量 陪你一起摇摆不羁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嘻哈风暴 艾米纳姆 Lose Yourself音乐之旅 各位亲爱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位让麦克风都要燃烧起来的白色闪电 艾米纳姆 M&M 以及他那首让人心跳加速 手心出汗的经典之作 Lose Yourself 这首歌不仅是嘻哈音乐的里程碑 更是无数人心中的战斗之歌 首先 让我们回到2002年 那个大家还在用Nokia手机 而且 手机里面装的是真正的铃声 而不是今天的这种全能智慧机 当时 艾米纳姆不仅在音乐界横扫各大奖项 更是在电影界掀起了一阵风暴 她的半自传是电影 8 Mile让大家看到了她从底层奋斗到顶尖的故事 而Lose Yourself正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这首歌的开头 那句Look If You Had One Shot Or One Opportunity 就像是在告诉你 这不仅仅是一首歌 这是一次生命中的机会 艾米纳姆用她那独特的节奏和韵律 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关于梦想 决心和自我挑战的世界 而且 你知道吗 艾米纳姆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是在电影拍摄的片场休息时间 匆匆忙忙地写下的 这就像是 她在告诉我们 嘿 你看 即使是在最疯狂的日程中 我也能抓住灵感 创造出让世界疯狂的音乐 这不禁让人想问 她的脑袋里 到底装了多少韵脚和节奏啊 Lose Yourself的歌词 深刻地描绘了一个人 在关键时刻的内心挣扎和决心 这种强烈的情感传达 让这首歌 超越了嘻哈音乐的范畴 成为了一首激励人心的国歌 她的影响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 即使是那些平时不听嘻哈音乐的人 也会被这首歌的魔力所吸引 最后 这首歌不仅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更是成为了艾米纳姆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高峰 每当你觉得生活中遇到了瓶颈 或者需要一点点推动力的时候 放上Lose Yourself 让艾米纳姆那充满力量的嗓音 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陪你一起迎接挑战吧 所以 下次当你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 或是准备进行一场重要的面试时 记得把Lose Yourself加入播放列表 谁知道呢 也许正是这首歌 会让你在人生的赛道上 加速奔向那个属于你的终点 总之 林肯公园的In The End 泰勒斯的Shake It Off 和艾米纳姆的Lose Yourself 都是属于音乐界的经典之作 它们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更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 这些歌曲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强烈的情感 也激励着我们去面对困难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被这些歌曲所感动和激励 或者你有其他你认为也很棒的音乐作品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想法和音乐心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